五一假期第一天 汕头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各地游客分支踏来 品美食 看飞仪 赏潮剧 游海岛 近距离感受特色美食和特色文化魅力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 强调要弘扬快食细拼争优良作风 把各项工作抓食抓细抓出成效 本台推出劳模风采专栏 讲述劳模故事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第一篇介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袁欢欣的先进事迹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六 农历三月初十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汕头美食文化远远流长 当前正这里打造世界美食之都 五一假期第一天 2023年汕头市郑邦飞移美食节 在小公园启动 为八方来客打造一场 最具汕头风味 新潮美味的美食盛宴 依托小公园的历史文化风貌 传统街区格局 骑楼风情特色 空间原有机理等基础条件和环境 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组织30多个非移美食项目 在小公园振帮路商品路进行展示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大厨们纷纷展示传统美食制作技艺 用各种新鲜食材 现场烹饪出牛肉丸 鲁鹅 莫斗丸 豆花 蚝腊等 一道道非移美食 我家米 咖啡 好酱 好酱吗 咖啡 好酱吗 好酱吗 好酱 这里的 好吃这里的 好吃 好吃 怎么说 好吃的 好吃 你知道我们潮汕有哪些美食吗 分享给跟那个小朋友 一站直就可以平常我们这么多潮汕的美食 这把我们潮汕上头的那个知名程度 深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来旅游一下美食之旅 嗯 听说这里的牛肉很好吃 我刚吃了豆花 来看一下各地不同的饮食风格吧 然后我们在现场就为大家展示一下牛肉丸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 用的是一个黄牛的精选后腿肉 然后垂打的过程大概是要30分钟 就一直垂不能停 然后垂打的过程让这个牛肉起浆 加入盐 在我们这个食盐 然后起浆 然后再加入冰水去把它拍打起来 几成一颗一颗的王子 有愿意体验的话我们也可以让游客体验一下这个垂打的过程 这红桃果是我们朝圣果品最有代表性的 那代表着健康长寿那么红红火火这样的一个意义嘛 然后薯壳果呢 它是用那个薯壳草做的 它是青草味道 大家吃一点这种药膳类的食物呢 就可以调节一下肠胃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落汤前 大家之前没有试过 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那种诺滴滴的口感 所以这个是比较受年轻人的欢迎 汕头享有中国朝菜之乡 全国美食地标城市等美誉 是一个网红美食打卡地 很多外地游客冲着美食远到前来打卡 而美食节的开设 让大家一战士就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汕头美食盛宴 主办方希望通过打造正邦飞移美食节 宣传展示汕头飞移美食文化 打造具有潮汕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的汕头飞移美食品牌 它从上海我从北京 好吃 有好多吃的 我觉得主办方能够为游客提供这样一战士的 把汕头所有的美食就系在一起 让我们游客能够全方位的 从不同的这个饮食的角度去体验我们汕头这个美食的特色应该是很好 我们都是过来打卡美食的 地方的特色的一点的歌谣非常的有意思 我觉得听起来加上它的潮汕牛肉丸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飞移的物质文化 还有食物的那个文化 我觉得非常棒 而且还有志愿者在维护秩序 这个活动我觉得办得非常棒 这个五一假期 众多外地游客为了美食向汕头进发体验独特的味蕾油 有消费平台数据显示 江门 资博汕头等以美食为特色的城市 游客量较往年增幅明显 现在一起跟随我的同事叶青 来自浩浩家的美食打卡之旅 吃果条 吃肠粉 吃牛肉 火锅 吃豪酪 吃红桃果 吃豆花 甜汤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只需要一个理由的话 那我的理由绝对是因为汕头这里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里是汕头旅社 每一个来到汕头游玩的游客都会到这里来打卡 而就在这里往前稍微的走几步 就会去到正方美食街 外地的朋友们不要再问我来汕头要到哪里去找美食了 来到正方美食街 您就可以将汕头的美食一网打尽 在我身边的是汕头市餐饮业协会的陈副秘首长 那陈老师 今天是不是来到这里 您带着我 我就可以放开了吃了 没问题 但是有条件 好多美食你都要用朝商话说出他们的名证 然后就请你 这吃美食我们还要讲朝商话有挑战的 没错啊 我们都说这朝商话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了 但是我在汕头也生活了十多年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的家伎人说朝商话没问题 好行 那我们就开始 出发 用朝商话点菜 然后花爱豆花 没错吧 咕咕 叮叮 叮叮 哈哈哈 陈商话里面 他不叫中 比较中球就显得很可爱 张柯就显得很可爱 你说得很正见 那我就来点菜了 对 用朝商话点 对 说不清清楚 这个菜不让你吃 不请你 哎呀 挑战开始了 好 我们先来一个这个 这个是 哥咖 对 呃 摩桃 哦 好感觉 这个是 这是什么 薄咖泥 薄烧 酱汁 这个简单吗 对 喝喝喝喝喝 叫喝本 哦 喝本 对 鱼饭的 对 鱼饭 来 月轻 刚才你 朝上过说的挺不错的 锁点的菜都上来了 看来我今天用朝上话来点菜 已经成功了 说到这个学一种语言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动力就是 这间美食了 难怪别人会说 就是汕头啊 是广东最极致的城市 美食也要做到最极致 最好的 包括说其实在补衣期间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 这个美食节的活动 另外呢 大家来到正邦美食节 来打卡来尝美食的话 也可以吃个放心 吃个安心 吃个舒心 是 我们现在二十多家 美食节的企业单位 已经签署了食品安全承诺书 会用我们最好的美食 来呈现给我们所有 到我们汕头来游玩的游客们 是的 我们汕头啊 确实是一个开放包容的 有活力的城市 这座城市非常的热情好客 是一座值得您为了美食 就专门而来一趟的城市 今天呢 我是来做挑战的 用潮上话来点美食 您来了 别担心 讲普通话 也是绝对没问题的 汕头 欢迎大家 来做客 近年来 潮南区在实施乡村振兴中 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五一假期五天 潮南区在潮南和胜广场 举办文化美食节 以激发文旅新动能 助推发展高质量为主题 集中展示六十多种特色菜品 以及十多项本土飞移项目 给市民游客带来 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突出展现品牌潮南 活力潮南 多元潮南 文化潮南 潮南区将以美食文化为牵引 串联周边旅游景点 推动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精心挑选了五条的旅游线路 就是包括我们的美丽乡村 东华村 包括我们的红市的旅游景点 红产镇 包括我们的历道 还有我们飞移文化比较浓郁的 陈亭镇的镇镇丘 这都是旅游线路 我们把这些旅游行路周边的美食 也融化进 融进这些行路的推进里面 更多的把我们的旅游留住 今天上午 为期三天的相约桥乡 汕图市庆五一民俗文艺展演活动 在城海陈州红故居 拉开序幕 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前来感受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 市文联和城海区委宣传部局 预判 位于城海龙都前美村的 建瓷 木雕 淡画 淡雕 铁织木偶等 民间艺术和飞移项目 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体验 飞移记忆之美 游客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会教他怎么剪 我也有一些图稿 比较简单的一些花样 给他剪 今天的主题是跟桥有关 所以挑选的红桃果 它是代表我们潮汕的一个符号 也是我们游子 海外游子 他们对于家乡的一个 记忆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我在英国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红 非常的震撼 我个人觉得的话是 那一话把字要嵌在这个瓶子里面 也是很不容易 感觉都是非常精湛的一个手艺 五一假期来到前美村 市民游客还可以听一段 快智人口的潮曲 尝一口远近闻名的潮汕小吃 再看一下宏伟壮观的建筑 这种独具特色的潮汕传统民俗文化游 也成为游客们了解汕头的一个窗口 从4月29号开始到5月1号 有持续三天的整个非移民俗活动 动物表演每天都有 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到下午6点 4月28号晚 潮剧大官员周五游戏 由广东潮剧院二团 现演潮剧苏六娘 惠如剧场不仅迎来市民群众 一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 也前来观看演出 在潮英雅运中同庆五一节 潮剧苏六娘是传统经典剧目 其中《桃花过渡》等选段 在潮汕地区家喻户晓 我平时自己就是一个潮剧民 有时候也会跟着哼几句 所以今天晚上来到这里 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幸运 广东潮剧院在五一期间 还将在小公园和老妈公戏台 以及内海湾游船上 举行惠民演出 我市的南澳岛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截至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午 就有超过6200辆车次进入南澳岛 梅州市的贺先生一家 今天一早就从家里出发 前来南澳 南澳的旅游和生态资源丰富 游客沿着环岛公路行驶 既可欣赏大海风光 也能领略山林美景 途中还能参与水上娱乐项目 沉浸式体验乘风破浪的乐趣 游客来访 南澳当地不少学生也热情相待 他们走上街头当起志愿者 劝导市民游客遵守公共秩序和礼仪 爱护环境保护生态 并及时劝阻不文明行为等 我是南澳中学的 今天过来这里做志愿者 遇到一些不问水路的会帮忙指引下路 据统计 今天临时至中午12时 进入南澳岛的车辆已达6200多辆 进入南澳大桥城海侧临时停车场的车辆 有2700多辆 节日期间交警部门将加大警力投入 加强南澳大桥东海岸大道 莱美路中阳大道的交通管控及疏导 避免车辆过多导致拥堵 确保通行秩序良好 4月28号下午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曾峰宝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强化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市场广东重要强化重要知识精神 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灌车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仅仅谋定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重点措施 一是要以学助魂 坚定理想信念 助劳对党忠诚 站稳人民立场 赶党恩跟党走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是要以学增智 充分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智慧力量 要系统学习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思想内涵 要知行合一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把理论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 通过调查研究转变作风 增进群众感情 提高履职本领 增强责任担当 三是要以学正风 始终保持奋发进取 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 弘扬快时细拼征的优良作风 把各项工作抓时抓细抓出成效 共同努力为推动汕头 加快发展迎头赶上 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 要知敬畏守规矩 涵养连结奉工的清风正气 四是要以学促干 聚焦目标任务抓落时 争先敬畏抓落时 注重成效抓落时 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领会广东肩负着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 必须坚定不移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高质量发展 牵引高水平现代化建设 深刻领会实体经济 是经济的立身之本 必须坚持制造业当家 加快构建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刻领会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必须坚定不移 落实百线千振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深刻领会 人民是党执政新国的最大底气 必须坚定不移 建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快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打造一居一夜一游的和美桥乡 会议要求 要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构建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 全国性交通枢纽 深化深善深度协作 要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建设 探索发展储能产业 推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持续办好福博会 玩博会等活动 要千方百计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要扎实推动 百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落实落细 各区县要单起主则 唱好主角 要深入开展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 持续打好炼江流域 综合整治攻坚站 推动乡村绿化美化 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全力做好五一期间 安全防范各项工作 加强节假日期间值班值守 确保平安祥和度过五一假期 会议还研究部署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有关工作 4月28号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第34次主席会议 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致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的 贺信精神 传达党中央省委和市委有关文件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邱一辉主持 市政协班子成员参加 会议指出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 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宣示改革开放不停顿 不止步的坚定意志 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 服务大局上再聚焦 在为民服务上再加强 准确把握政协性质定位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 汕头实践的重要部署 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和理念 去推进政协各项工作开展 为助力汕头在新一轮发展中 力争上游做出贡献 会议强调 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深刻感悟思想伪力 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 培根祝魂 要围绕发展大局 坐深调查研究文章 坐实协商议政文章 助推党政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要认真学习贯彻政协章程 强化责任担当 完善联络服务机制 建立委员履职管理服务平台 为委员当好责任委员创造条件 会议还审议了 汕头市政协关于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稿 政协联络工作室工作制度 搞等其他事项 一年来 我是各行各业广大劳动者 爱港经验创新创造 用智慧和汗水 推动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 建设中迎头赶上 近日 我是共有一个集体 一名个人或全国总工会表彰 十一个集体 实名个人或省总工会表彰 本台今天起推出劳模风采专栏 讲述劳模故事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汕头超声印制版二厂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开发部 产品开发经理 袁欢欣 执着追求知识型 技术型 与创新型理想 进行工匠精神 组织项目技术团队 积极融入汕头 三星两特一大 产与发展格局 让工家梦想照尽现实 助推汕头 高端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近日 袁欢欣诱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商 作为技术开发部 产品开发经理 袁欢欣具备 扎实的技术基础 切片分析产品性能检测 时效分析 提供微观表征的检测手段 这也是他熟练掌握的 基本功之一 这个切片技能 尤其是对于一些激光盲孔 孔径又比较小 比如说从50微比到70微比 这个小孔径 然后我们为了保证 这个检测的数量 我们希望把很多孔 一排的孔 全部在一个切片里面磨出来 您看这个图片 我们一次性能够磨出 很多激光盲孔 每个激光盲孔 要磨到这个最尊敬的 孔中央位置 所以这个有一定的根底 汕头超声 是我是新一代 电子信息龙头企业 17年来 圆欢新一直从事产品开发 主导实施完成15项 公司级研发管理项目 和新产品导入NPI项目 实现行业内多项首次技术创新 其主导的多个项目科技成果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相关技术成果 已在国内外发表 并授权多项专利 圆欢新还治理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他组织项目团队 公关完成 埋桶版 超薄HDI 5G版 雷达版等行业内领先产品的研发 推广和量产 近年来 他主导完成的各类项目成果 转化产品销售额 已达9亿多元 产品开发和项目管理的成败 牵动全局 甚至会影响市场的开拓 产品开发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风险性和紧迫性 这些都是比较难的 我在产品开发过程中 始终坚持闯进 任进和装进 要有一种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 作为公司高级内训师 袁欢欣还充分发挥 缠帮带作用 开展200多场次内训活动 培育记忆传承人才 袁欢欣还获得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优秀论文一等奖 广东省科技厅 优秀科技成果奖等荣誉 今天上午 由是婚姻家庭幸福建设协会 主办的中国潮汕 幸福产业博览会 继爱在汕头 擎牵驼城 摆对新人集体婚礼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开幕 副市长赵志涛参加活动并致辞 他指出 举办幸福产业博览会和集体婚礼 既是助力汕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举措 更是提升汕头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 希望博览会要打造汕头特色 创造幸福品牌 同时弘扬传统美德 做文明新风的推动者 婚式新办的践行者 和幸福生活的缔造者 首届博览会吸引超100家企业参展 共展出55个产业品类 涵盖 婚嫁 运樱铜 美学家居 汽车新能源四大产业链 进一步展现汕头 乃至潮汕地区幸福产业的发展情况 同时借助展会平台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 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潮博馆 这么大的一个会展 然后我们品牌也可以从这边去 获取更多新的一些客人 婚宴市场我们看来是非常火爆的 那么暂时预定在我们的手上的也很多 博览会将持续至5月1号 期间除了四大幸福产业展览区域 还将举行百对新人公益集体婚礼 微笑日公益活动 首届月东母婴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峰会 设计师沙龙 汽车品牌沙龙 婚册板块沙龙 母婴健康讲堂 人生洗礼时光展 时尚新娘走秀等活动 今天上午由金星月东博览中心 主办的2023消费集市开幕 展会为期三天 吸引数十个品牌集中展示 其中的汽车展区 各大参展车商推出优惠购车活动 吸引消费者 现在新能源的话 是在大力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很多车 都是来自于那新能源汽车 我们现在的 你看我们这些车 现在综合优惠的话是1万2 五一假期期间 金星月东博览中心 将举行多场展会和活动 推动相关产业与市场紧密对接 会场经济来讲 对经济的拉动 从面上来讲 是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急速 对产业结构的提升来讲 更是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这对我们当地的经济 不管哪个行业的展览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促进 今天上午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 以守护消费安全提振消费信心为主题的 五一消费维权普法宣传进协会 进企业进门店活动 提醒告诫经营者 遵循公平合法和诚信原则 加强价格自律 不得哄抬价格 并到正邦美食街 指导商户 做好食品安全和明码标价工作 同时提醒消费者 要留存消费记录 购物发票等凭证 一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可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电话 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 互联网客户端 手机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投诉举报 近日 我是全局五家银行机构 在金平区设立首批 制造业融资服务中心 从服务范围 融资效率 成本费用 特色产品 贷款条件等方面 向制造业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 这五家银行机构分别是 汕头海湾农商银行 驼谱之行 建行汕头杏花之行 工商银行汕头金湖之行 农行汕头金海之行 中行汕头科技之行 近日 这家银行的制造业融资业务 洽谈室 资深投融资人员 正接待制造业企业代表 企业资料齐全 三个工作日内 可完成半代流程 建行汕头杏花之行 在营业大厅设立两个 制造业融资服务窗口 大数据类产品 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 我们创新推出了 将近30个制造业 专属融资产品 现行的 所以在这个产品 也只需要根据我们公司 良好的纳税记录 不到一周贷款就批下来了 解决我们的燃煤知己 截至4月底 短短半个月 我市已有86家制造业企业 获得授信近9000万元 贷款余额超8200万元 好 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 就播送完了 获取新闻资讯 请关注汕头新闻 视频号 公众号 祝您节日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资讯